而花莲的深夜不平静 花莲18号凌晨发生了一起酒后冲突 一名男子和朋友前往名林路的一间酒吧 喝酒聊天 结果误以为另一桌客人在瞪他 于是就爆发了口角冲突 在一阵推挤之后 对方也拿出了棍棒来回击 警方是立即出动了快打部队 到场后双方人马还不断的叫嚣 立刻遭到了上铐带回管宿 你帮我走过去就好了 还有蜜鹿器我们走过去就好了 深夜凌晨警方将喝酒闹事的男子尚靠压制 但男子不断反抗咆哮试图挣脱 老公我现在给你好好讲 原来就在烧找酒醉男子跟一旁的周星男子 双方在酒吧门口才刚上演全舞行 事情就发生在8号凌晨5点 花莲市名利路一间酒吧外 26岁的范姓男子跟朋友 两人在店内喝酒 19岁的周星男子跟5名友人在包厢内喝酒 周星男子跟朋友结束后正准备离开 范姓男子喝醉在门口上前叫嚣 还推倒周星男子的朋友 双方当场爆发冲突 被人火的周星男子友人见状 还去车上拿棍棒朝范姓男子攻击 逗欧的声响也让民众赶紧报警处理 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快打简易到场制止 并对一名持续叫嚣的男子14管束 周星时空的范姓男子遭到警方上铐 带回保护管束 警方也调阅监视器 将双方涉案相关人通知盗案 全案也依妨碍秩序移送侦办 记者综合报导